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有没有过后悔莫及的感觉 你有没有过失去最爱的感受呢 跟大家聊起这个 是因为今天有件事情 让我很感触 今天早上发生了一起连环的车祸 造成了一些家庭的遗憾 每次遇到这样的事件 都不免让平安的我们觉得非常的幸福 我们会深深体会到 所谓的幸福 就是要跟心爱的人在一起 如果现在门打开 你心爱的人平安回来了 你真的是全天下最幸福的人 不管你们之间是否有争执 误解 让你们彼此冷战 但是此刻 你该感到庆幸的是 你们还能够在一起 对这样的感受强烈吗 欢迎你们打电话进来 跟我们分享你的幸福 现在我们开放给朋友 分享一下call in 我们有一位来自台北的朋友 哈喽你好 我在找我的女朋友 她是爱放杂志的编辑记者 今天早上去采访电网车祸的时候 刚好遇到油管车爆炸 她就失踪了 我到处都找过了 可是我找不到她 可不可以请大家帮我找一下 她的轮廓很深 鼻子很挺 身高大概一百七 她身上穿了米白色的套装 她先闪 名叫无双 可不可以请各位看到她的时候 联络电台 我有留下我的联络方式 我叫卢卡斯 拜托 卢卡斯 你先不要担心 你是说她今天早上 就在车祸的现场失踪了吗 她多大呢 她今年三十三岁 看起来极高 又坚强 可是就是因为这样的坚强 才让我爱上她 爱上她无间不摧 我愿无悔的真心 我决定 即使所有人都不看好我跟她 就凭现在的你 即使全世界都只与我跟她直近八岁的差距 我们也要在一起 但是当我们开服了所有困难在一起之后 我们却常常为了一些无所谓的事情争宠 让爱的人都沉默 一整个宇宙 换一颗红豆 我想回到她身边 rophy 如困狩 寂寞太久 而渐渐 Launchable 我想要努力成为能够跟她匹配的男人 亂 Ash 我希望她看见我的改变 我希望能够继续守护 继续珍惜 跟她在一起的每一分 每一秒 你愿意接受这样度吗 今天早上我们才约好 晚上要一起吃饭 到我采访完 你来家里接我 我现在就这样不见了 我们还来不及说和好的话 我好后悔 我好后悔 我们会为了无所谓的事情争吵 我好后悔 我好后悔那天我转身就走 我好后悔 我好后悔 我还买莱安琪告诉她 无论如何我都想要守护她的决心 我好后悔 我好后悔 先生 先生 先生你还在吗 先生 我拜托 我拜托 拜托各位 帮我找她 帮我找她 你先别担心 大家一定会帮你的 各位听着我们在这边再重复一次 这里有一位卢卡斯先生 他恳请大家帮他找他的女朋友 这位女性 姓善 名叫无双 特征是她的轮廓很深 彼此很挺 身高大约是一七零公分 她穿着迷派色的头发 我要我这一生情 可静静的 有人在伞你 希望有听众朋友可以发现 阿瑞啊 你也在听这个节目啊 你也在听这个节目啊 好 这位卢卡斯先生 阿瑞 你哪在考 哪里哦 你面子那个卢卡斯 好可怜 他找不到心爱的人 真的好可怜的呢 真的呢 我早上开车经过那里的时候 我车子一过去 那个油管车就 蹦蹦起来 我真的被他吓到啦 我真的被他吓到咧 啊啊啊啊 你离开门 盈瑶 怎么会有人在你的车上 小姐 你是人还是鬼啊 卡斯 卡斯 轮廓身 鼻子婷婷 穿着米白色的套装 小姐 小姐 你是不是姓善啊 姓善 善无声 姓善 我是卡斯 如果你听得到我的声音的话 我想要跟你说 今天我等你一个晚上 我很害怕 我脑子里都是你的声音一直绕 我想听见你对我说 卡斯 卡斯 起床了吗 卡斯 你很欠揍耶 卡斯 我想你 卡斯 我爱你 可是一直到现在 我才知道我最想要听到你说的事 卡斯 我爱你 等一下 下车 这里好像有人针对这个车祸的事件回应了 诶诶 我们全台湾亲人的听众美好 大家好 今天我知道我开车听过一台车复车的现场 这是有人到夸划的 主持人 你敢相信有人在夸车的现场 买到对面的车头 你敢想说 那個人說那裡剛好 不然他對面車到一台腳車上頭 那腳車說 那天剛才沒有車程是在碰槍啦 我來聽啦 喂 喂 重點是喔 那個神奇的生還者 就是那個扇無雙啦 他喔 非常幸運 Lukas啊 他沒死 他還活著喔 詞曲 李宗盛